最近南京江宁的杨女士遇到一件烦心事 装修新房子的时候 她发现楼上和楼下的阳台跟自己家都不一样 人家阳台有立柱 自己家阳台没有 这套房子位于江宁区五一绿洲小区 杨女士的房子位于11楼 是为女儿准备的婚房 拿到新房后杨女士就开始装修 但是她无意间发现 自己家的阳台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杨女士急忙到楼上楼下的邻居家里查看 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因为担心没有立柱的阳台不安全 无奈之下杨女士只能让装修队停工 杨女士找到交房时售楼处提供的房子 上面附的图纸清晰的显示 杨女士家的阳台的确应该有两根立柱 为此杨女士找到开发商 开发商工程部的负责人出示了当初的施工图纸 图纸显示1到18层都有立柱 唯独11楼没有 之所以这样设计就是为了美观 他们是严格按照图纸施工 不存在安全问题 只是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工作不够细致 错把其他楼层的图纸给了11楼的住户 他说这个我们是一个工作上的 等于说就是你这个贴土 等于说贴了一个事物 贴了 就是图 图贴错了 不是说施工的问题 标准成要贴它 你这个有什么 我觉得 开发商承认 他们的工作的确有不到位的地方 愿意通过免除部分物业费的方式 对杨女士做出补偿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